ARK的女股神Cassie Wood就在过去的一个月疯狂地购买这个公司的股票 从上个月的20多万股到现在已经加仓到几乎600万股 已经在三个Active ETF里面总共持仓高达几乎3.8亿美金 什么公司让女股神这么没练呢 大家好,我是Justin,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我会定期和大家讨论金融理财之类的内容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请点击订阅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可以赚钱的视频内容了 ARK投资是这几年美国市场上最风光的投资公司 其创始人Catty Wood被无数人奉为投资界女股神 由她管理的ARK ETF专注于科技革命的创新领域 在过去五年的时间,增幅高达400% 是标普500指数涨幅的5倍还多 这周ARK看来对中概股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开始大幅加仓 包括腾讯、京东和阿里巴巴 加仓阿里就是女股神一贯的抄底策略 因为在圣诞节前 对阿里巴巴开始的反垄断市场的调查 使其股价大跌15% 腾讯和京东也跟着躺枪 所以女股神趁虚而入 打折价格大量买入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也是个中概股 它就是今年8月纽交所上市的贝壳公司 股票代码B-E-K-E 到现在为止 中概股里面 ARK在贝壳的持仓已经超过了阿里和京东 高达3.8亿美金 直逼第一名投讯公司 那贝壳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家整合了线上和线下的房产交易和服务公司 它的服务包括新房和二者房的买卖 房屋租赁 房屋贷款 甚至于房屋装修等服务 很多人都说它是中国的ZLO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更像美国的Redfin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签约房产经济 贝壳的商业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互联网公司 它是一个bottom up的model 就是说从线下往上做的一个模式 哦对了 做视频不易 如果你有所受用 请点赞支持 如果想得到免费的股票 也可以通过视频下方描述区的链接开通股票账户 微牛证券现在正在搞活动 见识注册可以得到四个价值高达1600的免费股票 贝壳的创始人左辉 已经在这个房产领域摸爬滚打几乎20年了 在01年的时候 他就在北京建立了链家房产 然后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家比较大的房地产中介 这么多年的发展让左辉深深的清楚房地产中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和这个行业的痛点 就是房源信息的不透明 房产信息对买卖双方的不平等 在房产经济领域到处都是深沟壁垒 经济公司为了竞争会人为的设置很多障碍 对于客户来说 不但信息不透明 交易繁琐 更在无形中拉长了交易的时间 降低了交易的效率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几年前 左辉在访问美国的时候 参考了Zillow和MILS这样的一个模型 MILS就是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它是一个房屋信息共享平台 注册经济人在这里可以查找数据 每笔交易得到相应的佣金 Zillow就是一个房产平台 从MILS数据库里面购买数据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 进一步把房源推销给广大的市场 所有的房产经济和客户都可以看到这个房源的信息 Zillow这个平台在美国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Zillow加上MILS 是贝壳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说干就干 在18年 ACN就是和MILS类似的房屋信息数据库面试 然后就上线了贝壳找房大平台 公开数据显示 2019年接入ACN的门店 平均营收达2030万元 而2019年同期可比 门店平均营收为1090万元 所以使用这个ACN网络 是呈现翻倍的增长 现在已经有包括21世纪和其他各种大大狭小的中介 加入了这个网络 从目前来看 这个ACN模型是相当成功的 其实从08年开始 贝壳就在数据端开始建立和丰富房屋词典 其中包括真实且独立的房地产清单 截至2020年6月 房屋词典涵盖了约2.26亿个房屋 成为中国最全面的房屋数据库 也就是说 现在加盟ACN网络 你就可以获得两亿多的房屋信息 看这个过去两年加盟的数据 2018年底 贝壳有1.96万家门店和16.8万经纪人 2019年底增加到3.8万家门店和36万经纪人 2020年6月只过了半年 已经有了4.2万家门店和45.6万经纪人 估计年底的数据出来 门店会增加到5万家 经纪人数量会达到60万 从竞争角度来看 基本上现在贝壳找房是属于行业内的巨无霸 贝壳第三季度的营收是205亿元 但一居在上半年的营收只有43亿元 另一个更小的对手 房多多只有8亿元 很显然 贝壳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老大 谈到营收 让我们看一下上个月公布的第三季度的财报 公司的总交易额GTV为1.05万亿元 同比增长87% 其中二手房交易GTV为5760亿元 同比增长71.8% 新房交易GTV为4207亿元 同比增长106% 新业务交易GTV为532亿元 同比增长152%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公司的三大业务 齐头并进 营收收入达到205亿元 同比增长70.9% 经调整后 净利润为18.58亿元 同比增长210% 截至2020年9月30日 贝壳平台连接的经济门店数 已经超过4.4万家 同比增长41.7% 连接的经济人超过了47.7万 同比增长50.7% 全国大概有200万的经纪人 也就是说超过四分之一的 已经连接到贝壳找房 第三季度越活跃用户 为4790万 同比增长82%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相当于有5000万 每个月浏览贝壳找房 自从18年贝壳找房平台上线后 迅速地扩张 大家也都看到 加盟店和经纪人的数量 都是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 其中平台内部和经纪人的利益分配 肯定都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各种内部政策 还没有时间适应平台的高速发展 相信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 现在最重要的 当然是大力发展市场占有率 扩大ACN的网络影响力 让我们大家再看看贝壳这个ownership list 从这个持股人和机构的排名 可以看得出来 创始人左辉持有超过40%的股份 然后就是腾讯11%的股份 其次还有软银和高领资本 底下还有几个很有名的美国基金公司 包括BlackRock Fidelity Vanguard 等等等等 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机构都是看好贝壳 当然说了那么多 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贝壳公司也不例外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过去30年 中国房产的持续增长 房价要跌的新闻每年都有 如果房价下跌 当然会影响经纪人的收入 进而影响到贝壳平台的收益 另一个就是金融政策方面 贝壳买房是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也包括房屋贷款 如果这方面金融政策有所变动 也会对贝壳的贷款业务方面 产生不利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打开微牛证券 看看过去几个月 贝壳股票的走势图 他们在当时8月上市的时候 发行价是20美元 开盘就涨到35美元 然后一路涨涨涨 到了最高点75美元 大概在11月中旬发布了财报后 有些股票的调整 而且贝壳又增发了一些股票 吸失了投资者的股权 所以又出现了一波的抛售 其实也是获利回吐而已 在大概60美元左右接住了 女股神也是在这个时候和价位 开始大举加仓 看过去一个月的走势图 基本上在60多块钱摩擦 政府率很小 只有不到7%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较好的时间入市 已经摩擦了一个多月了 估计马上要起飞了 还有大家都拿贝壳和Zillow比较 Zillow从3月开始 股价也一直在增长 屡次突破新高 现在大概在130多美元 市值在300多亿 而贝壳现在的市值也就是750亿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房产市场巨大 至少相当于美国的4倍吧 而且Zillow本身也不涉及房屋贷款和装修的业务 再看看其他一些分析师对贝壳股价的预测 可以看出10个分析师中 预计2021年最高的给出615 最低的也有137 中位是436 我们也就不说这个中位了 如果2021年股价能到100美金 或者翻倍 那我们就已经赚到了 总结一下 据CIC数据显示 全国房屋交易的市场将从22.3万亿元 增长至2024年的30.7万亿元 未来5年的年负荷增长率 有望达到6.6% 贝壳虽然是这个市场的一哥 但他的营收2019年也就是2万多亿 占有率10%而已 所以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而且贝壳到现在为止 还是估值比较合理的公司 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公司已经很不容易 虽然有整体房产市场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政府也会更愿意 规范房屋交易市场 这方面和贝壳做的也是不谋而合 未来两到三年 股价double或者triple都是有可能的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点点的帮助的话 希望你能帮我点个赞 也欢迎分享和转发本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